今天准备做一道 利人秘制红烧牛肉面 那么我买的是那个 Rib Eye比较好吃的牛肉 当然了有人是用牛腩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用 牛比较好的部位的肉 做出来的面是非常香的 我准备了葱姜蒜 准备了一些花椒 几个干红辣椒 这个小油菜可以当做配菜用 那么我用现成的 超市买的银周拉面 锅中加入冷水 锅中加入冷水 最好是没过肉 把火打开 放入一些花椒 放入几片姜 放入几个蒜 放入一些雕花料酒 用大火给它烧开 主要目的就是去牛肉的腥味 这样的话牛肉的血水 就给溢出来了 然后一会儿要把那个 粉黄和上面的花椒给撇去 大概锅里的水烧开 肉完变成白色 就可以熄火了 然后把肉给熬出来 肉烧好以后呢 我用照顶 把肉从锅里 捞到一个盘子里 不过呢 我还是把那个花椒呢 给去掉 把肉呢 再换一个碗煎 因为有时候你要是吃肉的话 吃满嘴花椒 那个感觉稍微差一些哈 通常我做牛肉不炒糖色 但这次呢 做牛肉呢 炒糖色 让它上些颜色 把那个糖质呢 给裹到肉上 裹进味 这样的话 那个牛肉看起来很香的 我放入了三块冰糖 冰糖呢 在油锅里炒 把它基本上全部都化了以后 我再放一个炒好的牛肉 倒入炒好的牛肉 然后最后应该不停地翻炒 不停地翻炒 并且放一个多牛肉 翻炒大约一两分钟左右 那我把葱姜蒜 还有干红辣椒 倒到锅里面 让这个多样的牛肉 炒出香香 香香味 有些人不放蒜 但是我喜欢这些蒜 所以我喜欢到里面 这些蒜香的味道 倒入一点生抽 再加入一点老抽 继续翻炒 我的肉多加了一点料酒 因为这种牛肉的话 要真是熟的话 就可以吃了 加些紫豆 就是土豆 烧牛肉 烧铜烧牛肉 但是呢 我们今天是做牛肉汤面 所以一会儿要加水 现在呢 连汁带肉呢 我都给放在这个慢炖锅里面 非常喜欢这个铁锅 因为铁锅 分出东西来的话呢 肉质很香嫩 这时候加入 做好的开水 开水呢 最好是磨锅肉 当然我要多加点水 注意一定要加烧开的开水 这样的话呢 会保持那个肉质 不会很僵硬 因为这是一个窍门 你要是割冷水的话 那么这个肉呢 就会很硬 所以注意一定要加够 而且尽量水的话呢 要一次加够 当锅烧开以后呢 我给它放到特别微的小火上 再接着应该烧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同时呢 喝一些盐调味 通常我做的话呢 我会用这个小东西 里面放上花椒 这样它不会散的能够吃 然后给它搁在锅中 一块炖 放两片香叶 这个都是optional 你可以放也可以不放 因为我会放大量 我就放两片香叶 我把锅盖给压一下 小火 微的 温温度 这样就再行 水开了呢 把面条下进去 面煮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把一个小油菜放在锅里 用肉用面 然后还有青菜 先把面 盛到碗里 浇上牛肉汁 放上牛肉块 再多放一点 最后马上今天做好的小油菜 喜欢吃菜呢 就多加一点 那我就 我喜欢吃菜 我多加一点 因为我的话 喜欢吃面的时候呢 加一些醋 我的外号在我们家 叫做一条醋 好 香噴噴的 一把牛肉面 就做好了 有汁有菜 有肉有面 营养应该都全了 哇 太好吃了 刚刚已经尝了一口了 再吃一口 让我喝一口汤 面汤 嗯 太吃一口了 昨天 没有